放了我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他们不听我的 看到倒在雪坡中的孩子 九公主眼眶湿润了 喃喃道 他们不听我的 放了你 他们也不会放了孩子 魏无羡亲声道 师爷 你算无一策 我想你肯定知道我是谁吧 魏无羡亲冷笑道 既然知道我是谁 你难道不知道 我并不在乎这些孩子吗 什么鬼儿 你在说什么 不在乎孩子 九公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公主 你不要忘了 你是我们的俘虏 灵力已经被封了 可是真真正正的俘虏啊 魏无羡接过消松的剑 横于公主搏紧钱 与冷师爷对质 公主像完全不认识他一样 惊呆地看着他 他睁大了眼 鬼儿 是这样的人吗 韩 韩光君 你不会也不理吧 他求助地看着一旁的韩光君 韩光君静默地端着聚兵 也不表态 再杀一个 试试 冷师爷手心冒汗了 放我们过去 这些孩子 你爱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 我反正也不认识 也不关心 倒是你们公主嘛 我看你们挺在乎他的 魏无羡说完 剑触公主秀法 一座头发 疏疏飘落 冷师爷咬了咬牙 是你们逼我的 说完手起刀落 直接砍掉了第二个孩子的脑袋 不要 你们疯了吗 九公主声色俱下 蓝忘机 什么仙门名士 我那么信任你们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们都不是好人 你们都不是好人 别动 我不想对美人动粗 魏无羡将九公主一把拉入怀里 见底喉咙 魏英 蓝忘机传音入耳 知道了 你先别怪我 不这么做 真的没威慑 我也没怎么横他 我得像个一铃老祖是吧 乖了 求求你 别怪我 魏无羡马上用传音入耳回答 你们 别碰公主 冷师爷急了 他没想到 这一招居然毫无用处 传闻魏无羡是个心狠手辣之人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觉得是羡慕内斗 别人给他泼的脏水 今日一间 他竟果真如此 连蓝忘机也 废话 蓝忘机跟他是那种关系 如果他们不是一路人 又怎么可能走在一起 蓝家口口声声要匡扶正义 实际到了要自保的时候 和其他仙门根本没有区别 居然是自己天真了 冷师爷没去扎第三个孩子 看着公主在卫衣怀里冒着被割喉的危险还在挣扎 却被魏无羡线紧紧揽住 动弹不得 看来灵力是完全被封了 公主真的是他们的俘虏 这样的局面下 冷师爷也心慌了 一时没了主意 你这样杀 要杀到什么时候啊 魏无羡轻笑一声 脚底随便踢了一块小石头 直接穿透一个孩子的太阳穴 孩子一身倒地 要这样杀才快吗 要不要我帮你啊 师爷 魏无羡语气阴森无比 魏英 你这个畜生 情瘦不如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人吗 九公主在她怀里疯狂挣扎 被魏无羡直接一个情打手 将她手背在后面 别动了 我的女人没有兴趣 不会怜向心欲的 你对我还有价值 我不弄死你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魏无羡恶狠狠道 你们住手 师爷贺道 我们给你们派船 对公主好点 你们要承诺 如果回到蓝家 会放出公主 你们如何承诺 承诺 这可为难我们了 如何承诺呀 你们除了相信我们 还有别的选择吗 魏无羡见底公主的耳朵道 这耳朵白得像浴室的 好身漂亮 来人啊 快把最好的船 码头开放 立刻放人 冷师爷的心里丢亏气甲 不能再想什么了 如今但求公主平安 公主不仅是她的主子 更是太后最疼爱的女儿 若有什么三长两短 怕是整个军队都要殉葬 很好 这就对了 既然压戒着公主 从孔家大军中穿过 啊 对了 吉风 你之前不是说 要给我捉个孩子吃吃吗 还当真吗 我有点饿了 哦 吉风随手捞起个孩子 一个够吗 吃几个 够了 随便吃吃 魏无羡笑竹眼开 可是在孔家人看来 这笑容阴狠至极 让人背脊发凉 如一个嗜血的凶手 九公主看到疾风手里 拎着的孩子 满不在乎的想拿这个东西 这些人丝毫没有人性 而自己只因为他们是蓝家的 只因为他们长得帅气 就无来由的信任他们 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让自己的臣子受制于人 让无辜的孩子惨遭毒手 屈辱的泪水夺狂而出 他凝神开始冲破自己封住的灵脉 嗯 好痛 魏无羡忽然感到手上一阵灼热 痛得皱起眉头 却不敢放开公主 吉风掩明手快 一把抓过伤害魏无羡的东西 一个疤长大的三头龙吐着火道 你们给我放开公主 我跟你们拼了 不要伤害三六 三六你不要反抗 他们都不是人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原来三六一直藏在九公主的衣衫里 方才这一切 他虽然觉得十分过瘾 可也真没想到 他们敢伤害公主 他趁着魏无羡不备 从衣衫里跑出来 对着魏无羡的手腕喷火 直接烧伤了魏无羡的手 三六 那个被我们杀掉的妖兽 魏无羡的 他已经毫无到行 如你们所见 他只剩一个如此小的身躯 刚刚他尽了力 才喷出那一点点火 他对你们没有威胁 你们 你们 九公主绝望了 求这些心狠手辣的人 有什么用 要杀就杀 公主不要求他们 三个头一口同声道 一直不作声的蓝旺鸡 隔空一弹纸 三六失去了知觉 晕倒在疾风手掌上 放入丰厄乾坤袋 登船 蓝旺鸡严谨一概 带着聚兵上了孔家准备的大船 九公主的眼泪已经风干 他受到太大的刺激 变得有些呆滞 无意识地随着魏无线上了船 船行驶后 魏无线马上把九公主交给了萧兄 立刻道歉道 公主 抱歉 刚刚情非得已 对你多有冒犯 魏英跟你赔罪 九公主坐在船舱里的椅子上 默然地看着他道 道歉 死去的孩子们呢 他呢 你打算怎么做 九公主看着疾风 随手放在旁边桌上的孩子 麻木地说 今日受到的刺激太多 即便有人当着他面身是孩儿 也不会有更多刺激了 你不是饿了吗 是不是现在吃 疾风搞不清情况 还挺殷勤地问了下魏无线 别添乱 公主 我特意带这个孩子 就是想你看清楚 但我不知道怎么把他病回去 等我上岸了 我会跟你解释的 你还想解释什么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女人 虽然我也承认 蓝忘机突然走来 隔空轻点了九公主两下 把他的灵脉全部封上了 方才九公主和魏无线假意聊天 实际一直在暗冲被封住的灵脉 才净斩了一半 却又被蓝忘机发现 潜功尽费 好 很好 你们很好 有匪君子 肇事如珠 尽心寒光 疯乱逼出 哈哈哈哈 九公主哭中带笑 壮死癫狂 公主殿下 那些孩子都是果子变的 是幻属 针对那孩子 怎么会临危不乱 肯定哭哭啼啼的 看公主这个状态 肖松不忍 轻拍胃无线 让她嚷嚷 换自己来 她与其温柔 好生相劝 肖松手里 端着一杯温茶 塞到公主手里 我和你慢慢解释 那些孩子 都是用离族的幻术变的 只是我们现在 解不开幻术 不然你会发现 它们都是一些果子 刚刚魏公子 情非得已 才出此下策 公主 你喝杯茶 压压惊 九公主 默默地端着茶 也不哭 也不笑 也不似在听 魏无线 看着她摇摇头 虽然是无奈之举 但对公主 终归是不公平的 希望肖松 能好好解释了 她转头看蓝忘机 想得到一点安慰 却见蓝忘机 一与她对视 就转头避开 而且样子看起来 很不高兴 啊 忘了 还有这醋坛子 我真是 魏无线一个头两个大 戏风的公主 促风的蓝忘机 她有口难辨 想出船舱 透个气 却被蓝忘机 从后一把拉住 凶狠地 拽到了自己怀里 命令道 出去可能会 遭冷箭埋伏 待着 我也想待着 你这眼神 快杀死我了 蓝忘机 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说 她干脆 什么都不说 一边生气 一边把魏无线 哭在怀里 紧紧抱着 不让她动 顿了顿 又牵起魏无线的手 捡起她的袖子 看到她手腕上 被三柳烧伤的伤口 皱了皱眉 冷冷地拿出膏药 给她涂药 魏无线哭笑不得 咬着她耳朵 一遍遍地轻声道 我错了 不敢了 不敢碰任何人 任何时候都不碰 我错了 我只碰你 只让你碰 哎呀呀 我得说什么呀 好寒光 好蓝湛 好忘机 我错了 我错了 海浪轻拍渡船 船只摇曳 船上众人 各怀心思 萧兄拿出了箱 给九公主 演奏一曲 安神的曲子 九公主双眼放空 呆呆地看着小兄 疾风摆弄着孩子 她在想 如果魏无线真的要吃 是直接啃 还是怎么弄 要不要洗洗 蓝忘机耳朵都红了 但还是气鼓鼓地 拉着怀中人 充满醋意的眼神 渐渐变得温柔 嘴角被魏无线 逗得轻轻上扬 却还不罢休 想听听魏无线 还能说出什么来 魏无线嘴不敢停 滔滔不绝道 你说你修为那么高 字还使得漂亮 人还长得这般俊巧 连发丝都特别乌黑好看 我一天见不到你 心就得乱 两天见不到 茶饭不思 三天见不到 衣衫见宽 哇 差不多得了 我自穷了 口才好 也不能这么说 你还想听什么 神说什么 脚跃当空 繁华似锦 月白风轻 信雨离云 那算什么美景 那都是没见过你 还不够啊 嗯 我想想 你真听得下去啊 都不休吗 你居然是这样的韩光君 好好好 我想想 呀